工本废了 你能切得死谁 对面这个阵容 高阵梨 联波 陈小金 这三个我不能切 剩下一个百里和阿克我不好切 正当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我们家这个野怪告诉我万事不难 有道理啊 那就先送你上路吧 二级刚移到上路队友送出了第一滴血 但实际上问题不大 咱们去上路帮队友处理一下兵线 只要兵线不掉 这个头就等于没送 这里冬皇防野失败 同样送出一个人头 这个局势很胶着 但是也不要紧 发现阿克位置之后 咱们再把和线一拿 冬皇也等于没死 而且一分二十秒咱们剩了四级 红区的经济再给中路和尸首分一下 前期不但不亏甚至还赚了 哎哟 运气还不错 陈小金莫名其妙进了我的野区 没想到吧 我已经四级了 这一波你死的不冤 他应该是没想到 你打野这么慢 这都一分四十秒了 他在蓝区 赛囊车你就不懂了 虽然我打野慢 但是我剩极快啊 这才半个野区我都快五级了 那有了等级优势以后 这个加伤害的暴君 咱们是肯定不能错过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 到底怎么去区分三种暴君 你像这一个他是头发量 他那个buff就是加伤害 手发量是减速 身体发量则是双抗 暴君能拿肯定是都拿 但也会有一个优先级 加伤害和减速的能抢必抢 加双抗的话后续作用没那么大 所以二选一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考虑一下主宰 拿完暴君以后 虽然咱们是个半血 但是依然可以上 因为伤害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嘿嘿 确实啊 对面这几个人我不好切 所以硬上肯定是不行了 咱们稍微改变一下思路 这一把咱们入侵野区 去跟敌方打一个经济差 无论是肉还是伤害 都是很依赖经济去撑的 只要能够把经济拉开 那么所谓的坦克 他也不过是脆皮的遮羞布而已 这里是阿克在附近 所以这个难没让 但是队友啊 你这个头也不让 你是不是过混了 我自己能全交 你就给我四十三块 而且敌人杰蜥蜴也不给我留一个 这一轮也反下来 经济全被队友疯了 我这是来打工还是来反野了 这边失去野区的阿克 埋伏的实际很到位 但是奈何 你强任你强 我没有东黄 队友一息 咱们二技能一顶 先收下一个阿克 剩下一个高剑离 他走位很细 躲掉我一技能减速以后 被他红buff挂了一个减速 这一步可能追不到了 但是我比他更细 看到我放敌人杰位置之后 咱们一技能往这个方向封走位 这样他势必会进入敌人杰的攻击范围 这时候咱们二技能一顶 直接可以投以暴西医之手 你咋这么直足弊叫呢 三脑你懂个灯 这一把没得经济我就废了 这是二十五星的排位赛 对面不说很强 但是起码都会 敌方的C位我真的不好切 就像这个百里 如果他是满血的话 我上都不会上 因为他一个大一个闪 你根本抓不到 然后敌方的上路撞金 我又打不过 你上这里 我九级他八级 他残血我满血 可是捶得过吗 捶不过 这是超级兵的呗 那不是 你向宫门超级兵 宫门向你掉星星 打不过咱们可以摇人呢 配合队友配合防御塔 送这位兄弟上路 再说高剑离 高剑离也不好打 因为这法师是真不怕刺客 特别是他有大的时候 没准还能给你反射了 这也是超级盈利威艾 那也不是 等他大没了我们再上吗 二技能一个位移很快啊 大招直接一个偷袭给我坐下 再就是连坡 他是个坦克 他是一个坦克 咱们能切吗 不能吧 这就是超级盈利威艾 呵呵 也不是 只要工本发育好 坦克也能退到 所以前面我就说了 这一把不能硬钢 咱们稍微发育一下 超级兵他也能再进行 这里看到联盆是个残血 我心动了 但是奈何追不着 问题不大 咱们先回头保护一下队友 阿克没了隐身之后 还不如超级兵呢 一技能阻挡一下守约的攻击 但是小伙子 哎呦和颈椎不舍 他大招一用 咱们直接回头 近身的超级兵会怕你个射手 哪来回那去吧 工本武当非常需要经济差 没有这个作为基础的话 他其实很弱 但是稍微建立一些优势了 那不用想 咱们直接抱团 这边发现阿克的位置 他要切敌人节 咱们保护一下队友 可惜多死一举 跟冬皇那个大放虫了 那么趁大招还在 咱们强攻一波 配合队友击下前小金之后 剩下百里和高剑底不好切 咱们直接拆水晶就行了 这一把终究还是大据定 我的装备是红刀抵抗鞋 小吸血刀暗影战斧 冰横之卧无尽 最后来上一把鸣刀 鸣温是五多脆五狩猎 石银眼三无双清火源 感谢观看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